一个有信心的人说了一句话 烦恼不生 还会生烦恼 性还没有力 性有力的了 烦恼不会生了 为什么呢? 他心有主宰 他有专注 屁股念过来 这个性的产生力量 他念念当中只有西方极乐世界 他还有什么烦恼的 这个世界不过是干过几天 旅馆呢 休息休息一下 好也好 不好也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干 我年轻就怎么了 我不会跟你们计较 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人为什么会烦恼? 就是把这个世界当作老家 与人与死 样样的计较 那这个烦恼就一完没了 所以 对你尽忠 真真看真信心了 一定是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这就是门破烦恼 他这个方法真是妙缺了 这个烦恼帐不断自然 有没有了 这是高明啊 所以这个法门桥 妙拔了 很有道理啊 不要断自己没有了 不为倾恼 这个不为倾恼是烦恼确定不能够损害 不能坏努接信心